今天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讀经》 里面都有提到 叫我们不要无知 不要愚钝 不要糊涂 要跟随着智慧 要做一个有明智的人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神学家都一致 都认为这个智慧 就是代表着天主 更加是指天主的第二位圣言 就是永恒的智慧 而叫我们不要无知 不要愚钝 不要糊涂 要跟随这个智慧 特别 其中一件事 我们经常是糊涂 真是愚钝 就是关于今天的福音 其实不单止今天 上个礼拜的话 主日也都已经有提到的 就是关于耶稣 随着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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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生命之良 它就是我们生命里面 就好像我们肉身需要面包 需要食物一样 所以我们试着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经常都对 这种生命的食粮 耶稣基督 是愚钝 又或者糊涂呢 所以听一下今天 耶稣很隆重地再一次跟我们说 他说 哪一个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的血 在你们内面没有生命 而哪一个吃了他的肉 喝了他的血 必得永生 还有他说 我就是做天降下来的生活的食粮 我就是 我就是这些的肉 我就是这些的血 给我们来吃 给我们来饮 这样才能够令到 我们在耶稣基督内 耶稣基督在我们内 那么重要的一个教理 现在 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里面 最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圣体圣事 就是因为这个圣体圣事 很多的甚至 领了洗的教徒 都是糊涂 都是愚钝 更加的 有很多的教外的人 甚至有很多基督的教派 都对这个圣体的圣事 有很多的误解 以及不明白 今天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简单地去来 答这条问题 什么为之 要吃 我们主的肉 要喝 他的血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 也不会 那么隆重地去来说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这一段的福音 是来自《若望福音》的第六章 而第六章讲过的就是 关于就是 要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食粮 是天上离下的食粮 而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 在天主教的教理里面 我们都来演绎着 这个来解释着 圣体圣事 不过其他很多的 基督的宗教 教派 不是这么想的 这是我们认为 因为在其他三篇的福音 都有记载着 圣体圣事的建立 在最后晚餐 但是 你会发觉 在《圣若望》 这个福音里面 没有提到 最后晚餐 刚刚相反 他们有提到的 成帝一章 第六章 整章来解释着 就是此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因为 《若望》 去到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 才写 第四本的福音 而当时的话 那三本的福音 已经很完整地 讲述了 最后晚餐的事迹 所以《若望》 不再提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人 亦都有很多愚昧 有很多无知 不明白 那三本福音里面 所描述着 最后晚餐的意思 所以《若望》 在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 他用了整章的第六章 来解释出 什么为之 在最后晚餐所说 这就是我的身体 这就是我的血 解释着 性体性事 来了解一下 耶稣基督所说 你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和现在我们所知的 性体性事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背景 背景里面的 我们知道 尤其是在第一章 第一篇的读经里面 有所讲 有讲的玛纳 这个的玛纳 就是一个的愚象 而玛纳就是当起 一个犹太人 充军的时代 那么多年来 就是天主用着玛纳 来支撑着他们的生命 因为他们的生命 是需要一些的食粮 玛纳 所以 一个在旧约里面的 预演着 一个的 预知着一个的 新约里面 新的玛纳 但是这个的话 是永恒的 这个的玛纳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 补血 整个的他 所以 亦都明白得到 当在 旧约里面 马纳 支撑着 那些选民 在一个的 流逝里面 亦都我们一样 我们在世间 就是好像一个的流逝一样 就是一个充军一样 短短那几十年 在世上 而天主 不会 不给我们一些的食粮 来支撑着我们灵魂的生活 所以他给了 耶稣我们 在圣体 圣事里面 现在 圣体 已经是 在新约里面的圣体 代了旧约里面的马纳 而在里面 大家都知道 耶稣基督 在新约里面 他以着一个食粮 食物 面包 是以代表着他的身体 而他的身体要怎样 他的身体 大家看着十字架就知道 他在十字架上面 他用他的身体 去受苦 受难 被抹开 被刺破 然后他甚至死亡 他经历了这些 这样的事迹之后 他做什么 他奉献自己 他奉献自己 来做这个牺牲 来作为 保随着人类所有的罪过 而他这种的付出 在他 在十字架之前那一晚 他预演着 他预演着 这一份的牺牲 但是以着呢 以着呢 以着就是最后晚餐 一个晚餐 以着这个的形式 来举行 一份的牺牲 所以 这部分的牺牲 现在 在尼撒里面 重演了 二千年前 耶稣 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受难 受苦 被抹开 死亡 这个 就是在尼撒里面 的第二部分 现在 现在我们在这个的尼撒里面 在第一个的部分 第一个的部分 就是 读经 语经 讲道 藉着圣言 来准备着我们的心灵 进入去第二部分 一会儿 一开始 就是 圣祭那部分 圣祭那部分 就是他来 讲回 耶稣基督的 在最后晚餐的事迹 尤其是最高峰 就达到他 就说 祝聖 祝聖那部分 就是整个尼撒的最高峰 圣祭里面的最高峰 所以 到时 一定要冷下钟 甚至我们大堂也好 直接响了个钟楼 叫你们 醒醒了 不要再睡了 那里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里就是 这就是我的身体 这就是我的血 在那里的话 就是代表着 耶稣基督的 在十字架上面 重演 重演 这个的牺牲 所以那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尼撒的很重要的 叫做圣祭 然后第三部分 进入的就是 共荣 领圣体 在这上面的话 我们 现在经常听到 很多人 包括了我们 教内的 领了洗的 整天都来到主日 主日要我们去尼撒 很闷 又或者有些 还比较 去到其他基督宗教那些 的教牌 去那些的崇拜 人家又有唱歌 又有读经 又有讲道 就不用那么长 又不用那么闷 但是他们误会了 很多教友的聚会 都有着这些 有读经分享 有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尼撒 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友的聚会 而这个的尼撒 重要的地方 就是集中在一起 参与那个的 不单止现在这一部分的读经 最重要的就是参与着 第二部分的 祭宪 这个祭宪 有着的重要性的 就好像每一台的尼撒 当你参与着的时候 就好像是去到二千年前 站在十字架底 而耶稣基督的祭宪 给了我们无限的救恩 宽恕我们的罪过 而我们得到恩宠 每一台的尼撒 都是有着这个的意义 有着无限的恩宠 给了我们 所以各位主来兄弟姐妹 不要无知 不要去愚敦 不会得到尼撒 只是一种的信友聚会 去不去 没有所谓 如果真的 这么简单的话 为什么我们教会 一定要规定住 守第三界 就要去尼撒 原来尼撒就是有着 第二部分 那么重要 祭宪 其他的聚会 其他的崇拜 没有了这个的祭宪 没有了在重现 十字架上面 二千年前 十二十字架的祭宪 耶稣的牺牲的意义 所以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 如果有些人说尼撒 只是听神父讲道 那就走了 你没有参加尼撒 如果你只是来领圣体 也没有参加尼撒 因为你最重要的要参加 第二部分 所以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最终的尼撒 圣体意义的意思 当然 可以来吃耶稣的身体 所以 喝去的补血 有另外一个的意思 第二个意思的 就是指 灵圣体 就与基督共融 所以 这一点上面的话 在今天的福音里面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以哪一个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就住在我内 我有一种住在他内 一个的 就是一种共融的意义 这个圣体 圣事有一种的共融的意义 在里面 这种的共融 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共融 这个共融呢 有分在地上的共融 一个在天上 天国的共融 在一个地上的共融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共融 就是真真正正正 在尼撒里面 去领圣体 领圣体呢 令到我们 肉体上面 真是领了 耶稣基督的身体 而那一剎那 那五分钟 那十分钟里面 真正的肉身上面 耶稣基督跟我们共融 然后一种的 化现为一种 灵魂上面的共融 给到我们 精神的力量 所以 我们领圆圣体 那种的共融 是可以说一个很完美的 一种的共融 所以 一旦 有些人 一领圣体 立即走 所以 曾经有一个神父 很夸张一点 立即说 一见到有一个 有一个教友 领圣体后 立即走 他立即叫两个父祭 拿着蠟燭陪着他走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还在他身里面 他既然是这样的话 即是我们去 去朝拜圣体 用着两支蠟燭 一起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一领圣体之后 置得到五分钟 十分钟 来感恩 感谢主恩 领圣体的感恩 直到我们 那块的面 领了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个面饼 直到消化 一消化的话 立即 耶稣基督真正的 临在在里面 就会消失 不过 他的精神的临在 继续 所以我们 耶稣 给了我们 这个领圣体 那么重要 他令到我们 改变我们 要我们 住在基督里面 能够 照耻基督 每一次领圣体 我们更加照耻基督 每一次领圣体 我们的心 就比较 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的心灵 就会像基督那样 多些的宽恕 多些的快乐 多些的人 在里面的 一种平安 一种的分享 一种的爱 尤其是 模仿着耶稣基督 将自己 来奉献给其他人 更加朝持基督 不过 有些的情形下 有第二种 不是完整的 不是完整的 共用的 未能够领圣体 那些的教友 当然 当然 如果未领圣 根本他没有 没有能力 去接受基督这些因重 但是 如果教友 有一些情况下 他是不适合领圣体 比如 他有大罪起身 未能够足够时间 去办告解 又或者 他在一个 犯罪 重罪的 情况下 长期都在犯重罪的 未能够去办到 告解的 又或者 他有一些的情况 是长期这样 有一种的恶表的 例如 有一些的 已经公开了的同居 没有在教堂里面 结婚的 这些是不适合领圣体 有些 或者已经是离婚了 但是已经再重婚 又没有在教会里面 澄清 这些是一个 很 未能够一个 长期间的 一种 的恶表 也都不适合 但是 没有了这些 但他继续要来离撒 继续要来 跟基督共用的 所以另外有一种 的共用 没有那么完美的 但是也都可以 跟基督共用的 所以在离撒里面 参加第一部分的 读经 有恩宠的 又或者 之后的 神领圣体的 又或者 祈祷的 参与着教友的聚会的 又或者 继续去做保随的 又或者 继续去做很多 善功的 这些 都是跟基督的 共用 不过 没有在领圣体的 那么完整的意思 但是一去到 这种 这些的情况下 不要强硬去 领圣体 因为你强硬去的话 正如圣保禄所说 又犯一个 另外一个的重罪 所以 希望 我们 能够明白 不要那么愚钝 更加 最后 一个 共用的 在天国 基督所说的 得到永生 谁吃了我 会得到永生 在末日 我且叫他复活 这一个 是指在天国的共用 这个就是我们人的忠向 我们迈向着 所有的 都是最重要 永恆的快乐 就是跟基督 起在一起 圆满了我们所有的 所以在天国 有很多小朋友问我们 在天国 还有没有打击 在天国 还有没有吃雪糕 在天国 还有没有麻雀打 不知道 我回答不了你 不过 但是当我们有着 面对着天主 拥有着天主的时候 其实 已经不需要 想其他的事情 已经是 圆满了 我们的渴求 里面 包括不包括 打麻将那些 或者是 都不一定 到时你再问天主 准不准你打麻将 准不准你打击 准不准你打击 这个 但是到时 天主 以他们的话 我们的心灵 已经是平安 很快乐的 这些就是 和基督完全的共用 起天国 所以 不过 我们现在在这个 在世上 我们要开始的 就是将天国 这份的东西 带到来 在世上开始 就是因为 所以为什么 小朋友 初领圣体 那么重要 准备他们 因为一路领圣体 我们只一路成长 我们的 我们的圣德一路成长 越来越超似基督 所以各位 主来兄弟姐妹 各位 进入去老年的 不要害怕 不要说 因为到老年的 你想想 如果你真真正正 好好地领了圣体 这么多年 就来迈向着死亡的时候 越开心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越更加 你越超似基督 你最接近的终结 这些 你想想 那份的共荣 那份的成长 多么 多么 能够伟大 所以 希望我们现在 不要愚昧 不要去愚敦 一定要明白 这个 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基督在我来 而我在基督来 有一个灵修作者 用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 一般 但是都蛮好的 可以解释得好 这个是什么 耶稣在我来 我在耶稣来 他就是说 好像一个人 走起一个 沙滩上面 找到一个瓶 一个瓶 然后他 将海水 倒进去的瓶里面 装到他满 塞实了之后 将个瓶 充满了海水的瓶 倒进去海里面 而那个瓶 在这个海里面 那个瓶里面 是什么 是海水 他在周围 亦都在海水里面 一个 简单化的一种 基督在我来 我在基督来的意思 希望 懇求圣母马利亚 一直陪伴着我们 当我们领圣体的时候 圣母很开心陪伴着我们 而他会陪伴着我们 渡过我们 每一次的领圣体 就可以达到天国 对于那些 未能够领圣体 那些 不要紧要 有另外一种的方法 天主会帮助大家 圣母也都会 互留着大家 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共融 会有机会 只要我们欠虚 懇求着 继续做好我们的生活 以着基督 照慈基督的生活 亦都能够达到天国 天主的慈悲 会继续帮助我们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